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后小心 燕燕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朕知道你心情不好 有什么气的话 可以撒在朕的身上 朕看你这个样子着实担心 二姐早就知道射鬼前有问题什么 你不能怪她的 这是吸引设计的 可是她眼睁睁地看着吸引才害我 一句话都没有说 直到最后一刻才拉住了我 为什么 燕燕 你得这么想 不管怎么样 你二姐 她在最后一刻 在你和吸引之间 她还是选择了你 对吗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根本就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次是她选择了我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她会选择谁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对她略施惩戒 去开黄殿的那条路 是血铺救的 你知不知道 燕燕是我妹妹 她是我亲妹妹 我怎么可能看到她受到伤害 你不忍心看她伤害 就忍心眼睛中的看我死去是不是 可我什么都没有说呀 你知不知道 日益伸手 不光是你和我 琉璃秋也会遭到灭地之灾 你也不是那样的 她不会追究我们的 更不会牵怒我孩子的 你还在顾念你的亲情无肉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条路有多么的残酷 如果你要伤害她 我就一定会保护她 但如果她要伤害你 我就一定会跟她拼命 我没有办法选择 只要你 不要她 我的好姑娘 这个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我就是要两全其美 你想要争要抢 可以 就算你杀了人 我都可以帮你 但是 燕燕和大姐 不行 天真 天真 王妃 我只是想要自己的丈夫 和妹妹 一起保全 我有错吗 五七五年 上京相别 数月不见 不知身体安放 今晚斯文宰相一顾 甚是伤心 我在沙土安好 望早日与你相见 再续前缘 我们是白骨腾里的夫妻 一生一世 你都是我的妻子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准备一下 我要进宫见皇后 是 射鬼剑的主意是五股礼书的 场地是习尹搭建的 若不是朕 对习尹这个人了解 一定会以为是旁人陷害的 若吸引她 习尹向来行事如莽 这是她一贯作风 主上有何打算 哦 皇后的意思是 徐徐徒之 一旦动了习尹 朝中宗室就会心生不安 恐怕局势就会更乱 你怎么来了 来 如今主上这样的身子 我又眼看着力不从心 现在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 如果贸然行事 一旦给了习尹动手的机会 就会祸起萧强 到时候就很难再平复下来了 皇后所虑甚是 但我们不能一而再 再而三 给吸引暗算的机会 至少我们现在还知道是谁 可有所防备 而且 我还有个想法 今天大姐来找过我 只是颜萨格给他写的信 她这是想回来啊 那皇后的意思呢 你希望她回来吗 大姐和二姐最大的不同 就是大姐可以牵制住颜萨格 而二姐却难吸引没有办法 你大姐就像一条小溪 而颜萨格是弥天大火 这条小溪 可押不住这把火呀 现如今 西音与高薰女里已经合谋 朝中势力已经无人能与之辟敌 如果太平王回来压制 总比我们直接跟他们对治好 有一点真承认 如果颜萨格回来的话 确实可以压制西音 但你要知道 这会是前门驱廊后门进火 到那个时候 局势会更加危险 让她回来 或许是前门驱廊后门进火 但只要能巧架利用制衡对方 或许对我们来说 也是休养之情 燕燕 你想过吗 颜萨格可比吸引更加难以控制 可是如果放任她在沙陀招兵买马 对我们来说 威胁会越来越大 颜萨格 她对皇位的渴望比任何人都强 想要稳住她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 许以皇位 或者许以皇位她都不一定能满足 因为在她的心里 她觉得这个位置本来就属于她 她一直心有不甘